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四集 吴博安微微一笑 他自认兄父之中有天下 这所有的事情都在计算之中 世人总以为自己在二皇子与太子之间摇摆 却哪里知道自己与宰相的关系 则问道 太冒险了 宰相大人并不知道你我二人定的这计 如果让人知道了 只怕你父亲也极难脱身 林拱阴险一笑 说道 先生 先去牢山清秀一阵 等京都闹上一闹 太子就知道 一定要依靠我们林家 将来 将来才能坐稳这个天下 嗯 不错呀 吴博安显得忧心忡忡 自从小姐的婚事传出来后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长公主 再没办法控制内裤 皇后那边 显得冷淡了许多呀 从年初的宰相私生女事件 再到最后的至亲 吴博安觉得陛下一直在削 宰相大人的脸面 只怕是在为将来太子继位做打算 果不其然 太子开始与宰相府疏远了起来 所以他暗中策划了此计 不但可以一举杀死范贤 暂时稳住内裤的局面 也可以让太子陷入某种不安定的 风严环境之中 逼着东宫 重新建立与相府之间的紧密关系 只是从一开始 宰相就严厉的反对这个计划 不过倒是二公子显得十分热情 一位公子 一位谋士 便开始暗中操作这些事情 假宰相之名 史栋在军中隐藏了许久的方氏兄弟 只是吴博安 万万没有料到 范贤竟然能在那样恐怖的袭击之下 依然逃出升天 更是生生击毙了那名八品高手 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不过局面依然在掌控中 方参将已经被灭了口 就算监察院查到背后是自己 但也不可能查到宰相那里 所以吴博安让二公子林拱赶紧回京 林拱傲然笑道 哼 这处庄园 我已经经营了许久 即便是大内侍卫或监察院的人来了 也极难进来捉人 更何况 你我形势如此隐秘 又有谁知道 你我会在这里啊 吴博安一想 果然如此 且将心放下 骨子里摆脱不了的明示风气 又流露了出来 一摇指扇 对着头顶的葡萄架子 笑着说道 这葡萄架子打得极雅 却让在下想起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 有一名官员呀 剧内 有天被家中娘子抓破了脸皮 第二天上堂呢 太守问这是怎么回事 官员尴尬的应道 说昨夜啊 在葡萄架下乘凉 布料架子倒了 划上了脸面 太守大怒 何吃道 这定是你家泼妇做的 岂有此理 苏传牙役去将你妻子所来 正此时呢 谁也没想到太守夫人正在堂后偷听 大怒之下冲上公堂 对着太守一通和斥 太守慌了神 赶紧对那位官员说 你先退下吧 我家的葡萄架子也倒了 二人讲完笑话 齐声哈哈笑了起来 二公子林拱自然是听过这笑话的 却从笑话里听出了一些别的意思 难道吴先生是在暗讽自己父亲居内 这是母亲早亡 这难道是说宰相畏惧长公主 林拱未敢悔怒 正此时 眼角余光里却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园子里边 那是一个瞎子 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 手中提着一把铁签 签尖上有鲜血正缓缓低下 林无二人猛地站起身来 知道对方巧无声息地潜入此处 那外面的高手们 一定都死在了这把铁签之下 一想到这庄园里的高手们 竟然临死前连声惨呼都没有发出来 林拱心头一阵恶寒 畏惧喊道 你 你是谁 有话好说 五竹没有回答他的话 像个鬼魂一样从园子那头急速冲了过来 林拱大吼一声 抽出腰间软件 当头砍了下去 五竹一侧身 闪过剑尖 整个人的身体已经贴住了林拱的面门 两个人贴得极近 看上去有些怪异 噗的一声 鲜血从林拱背后戳出来的铁签上滴落 他看着面前的那帮黑部 眼中满是恐惧和不可思议 自己是堂堂的宰相之子 这个人竟然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自己 就杀了自己 铁签已经刺穿了林拱的胸膛 然后五竹整个人才贴了上来 手鱼里一阵 林拱的尸体无力的在铁签上向后滑了几寸 看上去很恐怖 吃的一声 五竹平静的从林拱身上拔住铁签 看似急缓 实则快速的向旁边移了三步 避开了对方胸膛上喷出的血泉 铁签不偏不倚的刺穿了林拱的心脏 血花从小孔里喷射出来 看着十分美丽 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吴伯安面色惨白 却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 他看见对方蒙在眼睛上的黑部 知道对方是个瞎子 试图蒙混过关 吴竹微微偏头 转身望着他 吴伯安心中涌起强烈的绝望 但面上却露出了一丝惨笑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稳定些 我不是宰相的人 这位装士卖命于人 并不见得是件有前途的事情 老夫吴伯安在京中交友广泛 若壮士雄心游在 不如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然后很困难的低头 看着已经穿过自己 喉骨的那把铁签 他不明白 这个刺客为什么不愿意听自己把话说完呢 自己是个文弱书生 并没有什么威胁 而且自命不仅是算无一策的谋士 更是变财无双啊 只要这个瞎子刺客肯把这番话听完 一定不会杀死自己 自己这一生还有许多大事要做 怎么就能这么死了呢 然而 谋士吴伯安就这么简单的死了 其实武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几年 也一直没有弄明白 为什么不管是在东夷城 在北魏 在京都 或者是在这里 每当自己要杀对方的时候 这些人总喜欢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 小姐当年说过 刀剑总是比言语有力量些 武竹一直认为自己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却不明白 为什么世人总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武竹收回铁签 有些孤独地向院子外面走去 当他离开之后 葡萄架子终于承受不住 先前武竹快速移动所携带的杀器 咔嚓一声 倒了下来 盖在那两句尸身之上 绿叶乱遮 老藤求救 连在一柱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盐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连着几天 监察院都没有别的消息 木铁倒是曾经来过范府一次 进行拍马屁的工作 只是吴伯安这个并不出名 但其实很厉害的谋士忽然在人间消踪匿迹 范贤的心情似乎并不太好 所以木铁的手掌轻轻落下 却重重的落在了自己的腿上 没落什么好印象 斯南伯爵手中的暗处力量 也悄悄加入了搜索的队伍之中 依然是一无所获 等到王启年灰头土脸的汇报行动失败之后 范贤也只好暂时将这件事情压下 强行将心思转移到妹妹书局鸡腿 这些比较阳光的词汇上来 耐心等待着黑补书的手段 这天下午 他强打精神带着妹妹和思哲去静王府上做客 不料今天静王却不在府中 世子李鸿成无奈地说道 父王今儿个入宫去了 说是太后想他来这 范贤打了个哈哈 没有去多想这件事情 自和李鸿成去了后园凉棚下面 一边吃些瓜果 一面聊以躲避一下出下的炎热 都不是几个外人 所以郡王的幼女 那位曾经让范贤很感兴趣的柔家郡主也在场 并没有避讳什么 范贤看着这个小姑娘不由一阵后怕 当时听若若讲那段关于石头记的事情 还曾幻想过 这位郡主姑娘在知道自己就是石头记作者之后 会不会因什么爱什么 对自己产生点这个什么知情 但看见柔家之后 范贤马上断绝了这个想法 郡主很漂亮 小脸蛋红仆仆的 人也是极温柔有理的那种 甚至是范贤来到这个世界后见过的最温柔的女子 但范贤依然断然决然的鼻孔朝天 不时日半分清暮 因为这位郡主姑娘啊 今年刚满一十二岁 正是一颗纯洁无比的青色果子 连少女都算不上 范贤此人呢 骨子里有些多情 但却不是烂情之人 只要一想到与十二岁的小女生如何如何 她这个便心头啊 一阵恐慌 避之不迭 可是谁知道 是怕什么来什么 柔家郡主 今日一直乖乖巧巧的坐在弱弱身旁 两道目光 却是有意无意的瞄着范贤 一对大眼睛 是忽闪忽闪的羞意十足 看着范贤这心丝丝 心慌慌 心乱乱 是心怕怕 范思哲被王府下人 领着去射箭了 范贤与世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那两位姑娘也在轻声说这些什么 范贤正觉尴尬之时 忽见一名王府鼠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覆到李洪诚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只见李洪诚面色一变 两道疑惑的目光望向了范贤 出什么事了 范贤看着梁鹏微笑说道 王府的葡萄架子搭得倒是挺好的 只不过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来 世子没有给他机会在女孩子们面前卖弄自己那点财血 面色沉重地将他拉到一旁 轻声说道 出事了 哦 什么事啊 范贤知道 肯定事情不简单 不然李洪诚这家伙也不会这么紧张 但仍然强颜笑道 你家的葡萄架子没倒就成 说来奇怪 李洪诚他早就到了这个试婚的年龄 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没有娶夫人进门 没空与你讲玩笑话 李洪诚沉着脸说道 昨天苍山脚下一处庄园里出了命案 吴伯安和宰相的二公子林拱都死了 范贤大惊失色 问道 什么 李洪诚说道 不错 你未来的二舅子死了 范贤却一时没有想到这复杂的亲戚关系上来 心里有些惊慌 吴伯安的死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是如果说不是五竹书出手 而是有人在灭口 怎么也不至于将宰相的二公子赔了进去 范贤有这个自知之明 自己的身份如今还远远及不上那位二舅子 既然吴伯安和那位二舅子死在一起 难道是说上次想杀自己的 是宰相老丈人 他对这位没见过面的七兄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想到随之而来的事情 不免也有些苦恼 略镇定了一下 之后问道 人是怎么死的 李鸿成将被人发现的场景复述给他听了 本来以那个庄园的偏僻而言 这桩命案恐怕要很久之后才会被人发现 但没有想到第三天正好是山令传榜的日子 一入庄园便看见满地失守 大惊之下层层上报 因为死的是宰相的儿子 还有那个身份特殊的吴伯安 所以这消息经过京都府和刑部 直接到了皇宫里面 靖王今日入宫 偶尔听到这个消息 便请宫中相熟的公公传话回来 范贤心头一动 靖王应该知道自己今天会来王府做客 冒险让人传消息回来 看来是想通知自己呀 只是为什么对方会认为自己需要这个消息呢 看见他的神情 李鸿成压低声音说道 监察院在找吴伯安 听说和你上次遇刺的事情有关系 这次他死得如此蹊跷 当心别人疑你 范贤装作吓了一跳 连连白手道 这事与我可没关系 连监察院都找不到的人 难道我还能找出他来 如果宰相大人真的信了这事 我以后在京都里还火不火了 李鸿成看他的神态不死作为 舒了一口气 如果真是你干的呀 我不免要重新估计一下你的力量 将来得讨好你才行 范贤如此已和他相当熟人笑着骂道 这又是什么混账说法 我只求宰相大人不要把他儿子的死和我联系起来 就要去烧高香了 李鸿成说道 应该不会 你刚才的解释很有力 陈大人抓不到的人 你出入京都更是不可能抓得到 就算抓住之后 也不可能为了报私仇泄愤就胡乱杀人 他望着返贤 认真说道 这事我信你 父亲那里我也会听你说去 相信宰相也不会乱来 樊贤叹了口气 说道 只怕宰相首先要想办法解释 为什么二公子会和吴伯安在一起 要知道 吴伯安可是与北极奸细有联系的角色 叛国的罪名是坐实了的 李鸿成点了点头 略带忧虑地说道 只是宰相大人老来丧子 受了这打击 若再被政敌借无不安之事攻坚 只怕日子会不大好过呀 樊贤偷偷瞄了射子一眼 心想 宰相的政敌不就是你和二皇子了吗 何必还说得如此这个清风济月不绕怀的呢 离开靖王府后上了马车 范若若注意到兄长的脸色有些不对劲 关心地问道 是哪儿不舒服了吗 还是说先前晒狠了 范若若也凑去坐了过来 讨好的将手中的折扇递给范贤 范贤心里有些不安 所以情绪比较烦躁 不耐烦地说道 没事 说出口后才觉得语气有些不对 苦笑着解释道 有些麻烦事 我得多想想 你们先不要管我 进了范府 范贤首先便是往父亲的书房里跑 结果发现父亲不在家里 说不准 此时是被召进宫去了 他有些不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坐到桌前时 才发现自己的背后已经湿透了 其实在李鸿城复树庄园里 吴博安和宰相二公子的死状时 范贤就知道是谁下的手了 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武竹书出手的方式和留下的痕迹 那天夜里 范贤在天牢中查出吴博安这个名字之后 就知道吴博安已经是个死人了 只是没有想到林瓦儿的二哥也会一同死去 虽然不知道武竹是如何找到那个吴先生的 但是以武竹冷冷淡淡的性子 一千字同死两个谋害范贤的幕后黑手 实在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武竹是宗师级的强者 在他的眼中 什么宰相府公子 或许和丹州那个来杀自己的刺客一样 只是个血肉之躯罢了 只要不会牵连到范贤 武竹的铁牵前 从来没有禁忌 范贤的不安在于 既然靖王都认为自己与林拱的死有关联 那宰相会怎么想呢 他是想报当日护卫被杀 自己和滕子经重伤之仇 他也有想过幕后主使之人 可能是宰相 自己未来的岳父 如果真是这样 范贤自存 也只会杀死吴伯安以警告对方 但却没有想到 林婉儿的二哥就这样干净利落的死了 林家就两个儿子 听说大的那位还有些问题 想到林婉儿啊 范贤又是一阵头痛 就算婉儿从小生长在宫中 与林家人没有什么感情 但毕竟双方是血肉之亲 这是无论如何也思脱不开的事实 他站起身来绕着桌子走了两圈 眼光剑躯坚定 他下定了决心 这一辈子也不能让婉儿知道这件事情 不能让他知道是自己的叔叔杀了他的哥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